再来看第六个问题 社会主义改造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 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失误和偏差 这个1981年的历史决议中指出 在1955年夏季以后 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 要求过急 工作过粗 改变过快 形式也过于简单化一 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 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 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 这其中还有一个故事 这就是东来顺涮羊肉的故事 这个东来顺涮羊肉大家都吃过吧 很好吃 这个公私合营的时候 很多老字号也不能例外 在当时你像冠生园 全聚德 同仁堂 九支堂 道乡村 瑞富祥 内联生 和东来顺都进行了公司合营 这个东来顺合营以后啊 这个涮羊肉 口味就变差了 所以有的人就说 资本主义的羊肉到了社会主义后都不好吃了 毛泽东在1956年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 专门提出了这个问题 并让陈云来回答 就是说你调查一下 为什么资本主义的羊肉到了社会主义以后就不好吃了 这个陈云经过调查研究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什么呢 就是东能顺的这个涮羊肉出现质量滑坡 主要原因是我们对私企改造后也想当然的改造了它的操作规矩 东来顺这个羊肉啊 原先只用35斤到42斤的小尾羊 这种羊的肉是相当的累 涮起来才好吃 这也是东来顺多少年经商之本 可是到了这个公司合营以后 我们的企业把这个严格的原料标准抛弃了 什么老山羊啊老绵羊啊 冻羊肉啊都拿来用 全端贵客人来涮 这样的羊肉煮着吃都显老 别说涮的啊 怎么可能好吃呢 这个刀工也不讲究 切的没有以前那么细而薄 东来顺十分讲究这个刀工的 多少肉切多少片 羊肉片多宽多薄 都是有严格的规矩的 一天一个切工最多切30斤肉 切的必须很薄才行 而影响这个东来顺肉质差的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是在原材料的进价上不合理 就违反经济规律 这个做涮羊肉的羊肉价格 本来是一元二角八一斤 现在因为呢合营以后统一了进价 必须和其他饭店的羊肉进价持平 一个统一价 于是涮羊肉的进价 必须按照一元零八分的最高限价购进 价格因素导致涮羊肉 这个质量急剧下降 除了这个东来顺的涮羊肉 陈云韩指出啊 全具则的烤鸭 也不如以前那么爽口了 群众的意见也很大 根据实际调查 原来这个全具则的烤鸭 用的是专门的鸭子 这种鸭子是从小喂起 有严格的喂养规矩 要喂养一百天左右 这个饲料主要是绿豆和小米 这个粮食捅扣捅销和公司合营以后 这个全具则的烤鸭的原料 就不再是以前那样 而是由国家统一调配 给他们的劳改农场的老鸭子 这种老鸭子是烤不脆 咬不动 这当然就不好吃 就是可见这个问题的严重 这个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 出现这些问题 主要原因在于以下方面 第一 在社会主义改造中 指导思想上 急于求成 不够谨慎 工作方法上过于简单 本来按照原计划 社会主义改造需要10到15年的时间 可在实际中却是一再提前 最终只用了三年的时间 就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 这种左的制造思想 又成为后来发动大跃进 和人民公式化运动的重要思想概念 第二呢 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 也有认识上的一些问题和偏差 例如 在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选择和理解上 过于单一 追求纯粹的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 再例如 在公有制实现形式的选择和理解上 过于简单化 只注意到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 这两种基本形式 而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 公有制经济 可以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这一点缺乏认识 还例如 当时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 还没有形成科学的理论 对什么是社会主义 还没有完全搞清楚 致使一些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 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出现了一些问题 但是不能否认的是 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1981年3月18日 邓小平在谈话时指出 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 很了不起的 这是毛泽东同志 对马克思恋金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 就会分辞出了很重的